漫畫除了可以印在書裡 竟然還可以在廟裡每日沾滿鮮氣 香港漫畫家李自稱的三幅作品 原來一直供奉在深水埗關帝廟 鮮氣真是的 上兩個星期 我有機會走回廟裡看這三張畫 見到香火供奉得很鼎盛 有香火有煙燻自然就鮮氣 入廟拜神竟然還有機會 拜見大師作品 有港漫迷稱之為神莊 關羽的身份在我們華人裏 真是一個神 上西神胎 我畫了這個形象 坐車邊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就變成神莊 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的作品是神級的作品 2010年 這座有過百年歷史的關帝廟重修 找來李自稱畫了十二張關羽史跡畫作 收錄在超凡入勝關羽祥一書道送給善信 後來還選了三幅 托印在主殿的外場 我想這三幅是比較表現到關羽的義氣 桃園結宜 這個一定要賣 另外兩幅分別是千里送嫂 和華容道義式曹操 突顯他的移壁雲天 赤棉長蘇丹鳳眼臥茶味 我經常都覺得關羽是一種傲氣 即是他那種傲氣在眼神裡反映出來 記者在他的工作室看到其中兩幅增跡 發現不足比起在廟裡看的勢力很多 廟裡有少許失真狼 始終不是我的身份 很難做到真正的身份 華人廟宇委員會網站 有超凡入勝關羽祥電子書 給人緣執完美 欣賞李自稱的畫葬